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喂有畫面嗎 喂喂喂喂喂 油是不是 啊 我真的要來 弄午餐 嗨嗨嗨 我怎麼開不了自己的畫面了 喔有了回哥拜拜你要出門是不是好 唉 我要來做吃的 這是我家啦 來啊我今天要來弄那個阿末餅鋪 找找找找 哇這超方便的 新竹的阿末餅鋪的果餅 你看我我從新竹 我從那個在家裡訂購就可以他就直接寄來我家這邊 宅配的 我想要我今天吃泡菜好 剛好最上面就是泡菜 你看我點了這麼多 說核桃乃酥 欸這個有沒有燈阿 最近開燈 哇 這我的聊天室一直斷 看一下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的 讓我的 聊天室一直打開 聊天室一直打開 好 不知道 聊天室一直關掉 妹妹你好吵妹妹 嗨貓草 嗨貓草 好 因為我有點餓我等等可能 拿個兩片吧 來這個是泡菜薄餅 泡菜薄餅 你看他這寄來是長這個樣子的 然後再來一個 德式香腸薄餅好了 我有我總共訂了16片 然後有些是辣味的 辣味的我想說 唉唷 這樣 不能捆綁就對了 我在直播 你有沒有看到 照你還在照這邊 照你啊 好 欸我聊天室一直斷掉啦 好煩喔 先來外面看一下聊天室 先來外面看一下聊天室 他自己會找到他在他嘴巴上面 在他嘴巴上面 哎唷看到看到 啊 怎麼辦我突然一個不知道我要怎麼開自己的 實況 頻道 啊頻道應該有看一下喔 不行頻道太太多人了 遊戲 等我一下我想辦法把自己的 把自己的 頻道先按出來 不然我的聊 不然我的聊天室一直斷 哇靠他超大聲的 喔 找不到我的耶 找不到我的耶 奇怪我一個 不知道怎麼用手機 喔看到了 來來來來有了有了 好 那我們繼續 妹妹 咳咳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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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烤箱 那我等等是要用烤箱 但這好像要先預熱 好像才會比較好 那我才會整個溫度比較均勻 那我就先 預熱一下 好 給它預熱一下好了 預熱應該一分鐘就好 其實我沒有很常用過 用這個烤箱的東西 這是沒有裝好 歪歪的拉拐的 好 喔對阿我真的要玩邊緣世界喔 然後昨天卡在那個 重築空降那邊 阿等等就邊緣人啦 先讓我吃個午餐嘛 對把午餐弄好 我們等等就打遊戲 妹妹 妹妹來 妹妹來 妹妹 妹妹很喜歡這個 石面灑喔 你們記得之前 有一次那個乾爹感謝機 這個石面灑 超喜歡的 妹妹你看 他用手把按住 哇 好猛喔 按超快 哇靠腰 欸 你怎麼丟到這裡面 北七喔 欸你越丟越進去啊 我丟不了你 丟不了你 他把丟到一個小房 好 沙子有熱一下 沙子整個烤箱應該都是熱的 妹妹先出去好不好 你這樣子會很難做事 來 沙子火你自己丟進去啊 我幫你找啦 哇 啊 這裡 出去了出去了 哇 他超喜歡那個 超暈 熱好了 那我現在應該是可以直接打開吧 先把他關掉 你不要又把他丟進去那個縫 等等先 我那邊沒有颱風啊 還好還好 這是我房間 這是我們家廚房啊 好那我今天要弄這個阿末本部的 德式香腸薄餅 跟這個泡菜薄餅 我今天中午就吃這個 我總共點了16種口味啊 有辣的 又鹹的 又甜的 這幾天 有這個又超方便 因為 我馬上肚子之後就直接 烤這個來吃 來 用烤箱 他可以用煎的 也可以用烤的 先來看一下這個 洗個手 成人 邊緣人世界 真實版 有沒有 來這個是 德式香腸薄餅 這應該這樣放就好了 需要 應該不需要用完吧 來 然後 欸 他應該要有說明吧 我要怎麼烤阿 我 這要用幾度阿 我 遇到瓶頸了 我們用個 他是薄餅的話應該600就好了吧 我烤個 我烤個 三分鐘看看好了 600 阿我去看一下人家是怎麼烤的好了 之前都是哈子幫我烤的 我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教學 說他怎麼烤 嘿 是這個嗎 對耶 看一下喔 他說 要烤五分鐘 但是 要怎麼烤阿 我那時候是看這個然後才去 才去叫這個的 但是要怎麼烤阿 應該有 欸 還沒有寫說要多大的火耶 不然我就自己 試試看好了 哇 不知道 好吧 那我們就 看看我們的命了啦 我是覺得大概 六百瓦五分鐘應該夠吧 發現一排的紅酒 對啊 這個紅酒超猛的 有些是那個 莉宇你知道嗎 就是 我和哈子 就是 也是也是我們的那個 乾爹 莉宇 還有有些是他媽媽送的 你看這一排紅酒超猛 原本有十罐 現在剩一二三四五六 其他四罐被哈子喝掉 超猛 這邊還有一個這個 馬格力特的調酒的果醬 馬超猛的 還有這個什麼 威士忌對不對 日本 這不知道是威士忌 應該是吧 什麼炸廚房 我是專業的廚師好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等他烤好 好 午餐時間 這樣烤兩片 那我要分開烤 他有沒有上下層 看一下 好像沒有上下層 就只有一層 幹嘛 幹嘛喵喵喵 你怎麼 你怎麼爬到我腳上啊 三多里 你看我才會暈是不是 應該已經沒有很晃了吧 那個 Edison 我的那個 我的第一視角應該已經沒有很晃了吧 還是你覺得蠻晃的 應該沒有很晃了 你看這邊口味蠻多的耶 你看我光 我總共十六 十六 十六包嘛 我光 我剛拿出來這一包裡面就 那個 我點了什麼 核桃奶酥 然後核桃蒸果 鮪魚 德式香腸 泡菜 辣雞 辣鮪魚 辣香腸 然後這一家的那個 薄餅裡面 都有加起司 所以說 你看喔 像我殺到那個餅嘛 他是他不在烤嗎 烤完以後 等一下拿出來 你就會看到 用九百多號 等一下拿出來 我把那個皮扒開 你就看到那個起司 是坎西耶 坎西 你是不是想出去 再給你一個 你就看到他那個起司 哇 你不要丟進去 妹妹真的超智障 妹妹 我要色藍喔 來這裡喔 一 二 三 好 你覺得很穩的是吧 好 欸我們等等 我先把午餐弄完 然後我們等等再來 再來那個 開邊緣的世界 好 然後你看我還有點那個 辣雞阿 辣鮪魚 辣香腸 他辣還蠻辣的 我有吃那個 他只弄好他的 那個辣是蠻辣的 然後他記得來說是長這樣子 薄餅專賣店 全台獨賣阿末 然後這個熱量 應該 熱量我是不知道 但是 痾 可以拿來當點心 那你如果要當正餐也有 他有分兩種 一種是 吃爽系列的 一種是吃飽系列 對 看一下喔 所以我 我叫 我那時候 叫過來的時候 總共是像這樣子兩包 喔 他叮了 這樣兩包 將將 兩包 然後我看一下另一包 因為我有點忘記我點什麼了 另一包是有這個 原味 然後 火腿起司 小莫起司是他們的那個招牌 然後煙燻牛肉 然後花生麻糬 下面還有三個甜的 蘋果 蘋果 起司 青醬玉米 跟葡萄奶酥 青醬玉米應該是鹹的吧 對 好 好 那我再先放回去 我今天中午吃兩片就好了 還是我們來煮三片啊 吃飽一點好了 那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弄三片好了 先把它收起來 欸 那我來弄個甜的好了 我剛剛第一包好像沒有甜的 等一下 我先來弄第二個 不然等一下 等一下這個 烤太久 看一下有沒有熟 醬醬 怎麼有點烤焦的感覺 有沒有盤子啊 欸我不知道盤子收哪裡 不是 這是排油的 這不是盤子 WTF 盤子在哪 啊用這個好了 我剛剛開台之前還稍微洗一下碗 太鹹熟啦 啊 太鹹熟啦 啊它沒有擦 擦乾這個 碗盤的 衛生的紙喔 被我用光了嗎 好 可以用手拿嗎 不知道會不會很燙 欸 oh shit 哇 讚讚讚讚讚 你看 它整個烤出來是這樣子 先給你們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哇 你看有沒有 看得到嗎 翻個邊 啊我先把烤箱關起來 我我先 我先烤另外一個好了 這樣子我們 烤三個才不會花太多時間 來第二個是泡菜的 這樣吃三個好像有點多 沒關係 吃泡菜的 照剛剛那個烤法我覺得 我們還是用六百好了 九百好像會太焦 會有點微焦微焦的 烤個五分鐘 四分鐘好了 用六百 來 今天一早啊 妹妹她大概十點就開始在那邊一直改 一直喵喵喵 然後 然後 又一直在那邊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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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車發動的聲音發動了大概兩個小時吧 受不了我就醒來了 來 來你們看這個 唉唷要放哪裡 放這裡好了 欸有沒有亮一點這裡好了 你們看 給你們看看熙 哇 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的料 德式香腸 德式香腸 超讚的 德式香腸 現在吃好了 受不了 哇好像太低了 我看一下有沒有熟啦 我看一下有沒有熟啦 嗯 不錯 有啊有熟啊 欸欸妹妹 妹妹 哇妹妹 哇 妹妹抓著我的褲子 妹妹抓著我的褲子爬到我的身體 哇好猛喔 她從地板上跳上來然後抓著我的褲子 然後再一路爬到我的身上 太猛了太猛了 欸你可以出去了 呼唷 呦 呦 呦 出去 你不要玩垃圾 出去 你先出去好不好 我等一下再陪你玩 來 喝乖 你沒乖好不好 你先出來 好不好 她一直在玩那個笨樓 啊不要進來 欸 好像不夠熟 沒熟嗎熟了啦 熟了啦 這應該熟了啦 你看這個外面 等一下我洗個熟 我決定用二段烤法對不對 前面六百 後面九百 這樣就會 這樣就會 那個 內熟外輸 哇 根本就是 型男大主廚 有啊我有餵她吃那個啊 我有餵她吃那個啊 應該是不會很餓才對 熟了啦 這真的 還不錯 火香了 我最近有熟啊 這真的還不錯 火香了 我最近有熟啊 其實是你餓是不是 貓貓萬歲 這下還不錯吃欸 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買買看 它叫阿末 阿末薄餅專賣店 這應該google一下就有了 它在新竹啊 還蠻快的 我叫大概一天還兩天就送到 現成啊 它一來就長這樣 欸它一來是長這樣 啊我等一下把它冰起來 忘記冰了 它一來的時候是整個 就譬如說你要買一包嘛 它就長這樣子 那像我買16塊 它就是兩包 然後這邊有口味喔 欸我發現它有放它的那個口味 拿給你們看 欸有menu欸 很便宜欸 你看 看到嗎 它的那個原味啊 什麼招牌 而且才45塊 然後50塊 最貴最貴也才71片 所以整個買下來 大概就一千多塊吧 16片 一千塊吧 然後有甜有鹹 總共24種口味 這你們上網查應該有菜單 FB搜尋阿末薄餅專賣店 喔好了好了好了 我再拿一個甜的好了 可是這樣會吃太多啊 再拿一個甜的 額 核桃真果 是什麼 核桃奶酥 核桃奶酥好了 來 我等一下再考一個第三個核桃奶酥 那我其他的先拼起來 一包幾片喔 沒有就看你要訂幾片阿 你看你要訂幾片然後跟他 跟他跟他 你再決定阿 就比如說你想要訂十片 那你一包裡面就會十片 不然你跟老闆說老闆我要訂六片 結果你打開 哇有八片耶賺到了 你覺得有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阿 對不對 你買幾片就有幾片 喔眼睛好咬喔有點過敏 喔抓抓抓抓 來 喔第二片泡菜了 泡菜感覺比較飽滿 啊我要怎麼裝他 我把它裝在第二個盤子好了 妹妹一直在外面喵喵喵 好養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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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二片 這是泡菜的 怕他會很燙 這肯定熟啦 燙成這樣子 來 第二片泡菜 把視角稍微往下一點好了 嘿 嘿 這樣看到嗎 好 我先放這裡 我把第三片那個 奶酥 核桃奶酥的先放進去 哇 有甜有鹹喔 沒有辣 第三片 阿我們一樣喔 先用小火好了 烤個 烤個五分鐘 好養喔 這是我家房間 額不 我家那個廚房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泡菜的 這是泡菜的 我再往下一點好了 颱風颱風颱風 這是泡菜的 來給你們看一下裡面的內裝 我也沒看過 來看一下 哇 這是台式泡菜 哇 這70味 有沒有看到裡面 嚇死寶寶了 好像不夠亮 這樣 這樣有沒有亮多 我去外面開好了 這裡感覺不夠亮 然後妹妹又要衝進來 阿妹妹衝進來 阿妹妹衝進來的話 Fuck 你看裡面是 他的泡菜是 台式泡菜那種 台式泡菜 你看他的起司 有沒有看到 起司超超濃的 然後加上台式泡菜 這我等下吃吃看 沒吃過 看起來是不錯 誒 誒這隻貓 這隻貓在幹嘛 現行飯 現行飯 不可以這樣現行飯 來 起來 你這個現行飯 被我抓到了 先把他關在外面 誒 我又要洗手了 連貓咪都想吃 德式香腸薄餅 台東雨超大 台東不是停班停課嗎 台北是沒有停班停課 台北這邊是正常上班下課 先吃喔 跟我一樣 我原本也以為他會是整片紅的 就是 韓式泡菜 結果他是台式 啊我來吃一下 韓式泡菜 韓式泡菜 呃 那個台式泡菜 剛剛都只有吃那個 德國 德國香腸 我要吃一下這個泡菜 你們知道德國香腸吃起來 有什麼味道嗎 那個薄餅啊 喔靠 嗯 嗯 我高興耶 他這個 欸他這個台式泡菜吃起來 有點辣辣的 他是辣的 辣的 然後泡菜加起司的感覺 嗯 來這個台式泡菜吃起來就是一股 有點辣辣的 一點點 然後這個德式香腸吃起來的味道 告訴你 他的味道就是德式香腸的味道 吃一口下去彷彿來到德國 你可以想像你在德國 吃著一根大香腸的感覺嗎 吃著這個薄餅 你就知道 你就會有那種畫面出現 超千絲的 都是輝哥讓我肚子好餓 快去吃啊 欸你們要沒吃飯趕快吃飯 吃飯要正常你的 五臟六肺 才會動起來 啊我要改大火 要吃東西你的那個身體機能才會運作 我知道嗎 我等等這個 第三片弄完我就出去玩那個邊緣人世界了 Don't worry 不是五臟六肺嗎 五臟六肺 我還 我還以為是在打爐死咧 五臟六肺 講三回喔 對啊 阿末餅鋪鋪 阿末薄餅專賣店喔 玩邊緣人世界之後就是要做這種薄餅才可以 才可以 把食物保存起來 欸他這個薄餅如果說你們有要買的話記得 他冷藏只能三天喔 他裡面都是 都是那個 我覺得這些東西應該用熟過了吧 我猜 我不知道他的製作方法 但是我猜裡面的那些食材應該是已經 已經有弄熟過了 然後再冷凍起來 我猜啦我也不確定 然後再寄到人家 所以說你其實就只要把它熱 它寄到人家你把它熱起來就可以吃了 大概用 你可以用煎的啦 用煎的 但 因為我們上次也有試過用煎的了 你看這邊有一個煎盤 有沒有 所以上次煎的 然後 也可以用烤的 那當然 用煎的對我來說 有點刺激 我不喜歡煎人家 我喜歡用烤的 所以我就用烤的 烤的難度也比較低啦 有烤箱的話 如果在家裡沒有烤箱就用煎的 家裡大家應該都會有這個吧 幾乎都有這個 就是那個這個 煎鍋嘛 應該大家都家裡都有煎鍋 對 你看我們在煎那個 我們現在 很明顯就是在煎那個 鍋子上面的那個蓋子 煎鍋蓋 好 第三片也完成啦 那我先把這兩個放在一起 先把它放在一起 等等再來吃 等一下邊打邊吃 第三片 這是 奶酥 核桃奶酥 還是要小心一下 哇 是不是太熟啦 整個都變黑色了 這正常嗎 先把它關掉 把它關機 哇是不是太熟啦 整個都黑掉了 黑一半了 哇好硬喔 哎唷 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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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核桃奶酥 登場 這可以撥嗎 我來撥撥看好了 核桃奶酥 你看它變得黑黑的有沒有 喔 黑肉 對 哇 那核桃奶酥看一下 一直 唉唷 有點燙 我拿在這邊好了 這樣比較亮 核桃奶酥 燙死 如果被燙到的話要怎麼樣 你知道嗎 叫叫ABC 如果被燙到的話記得 請 叫叫ABC喔 叫叫ABC就是 先大叫 幹我被燙到了 然後 第二個叫是叫救護車 有沒有救護車 在你家大海有沒有救護車 唉唷 超燙的 來 這樣你們應該看到 真的有點燙 燙爆啦 燙爆啦 它裡面真的是超級熱的 因為那個奶酥你知道嗎 奶 奶這種東西的那個 廢點比較高 所以它可以吸收比較多的熱量 這樣子好像沒有辦法拍到裡面 靠腰啊 我很怕整個掉下去 好 這個我決定 唉唷 這樣看到嗎 有沒有 核桃奶酥 這應該是沒有起司吧 哇 燙爆了 可是很香 都是奶酥的味道 超香的 好 吃一口奶酥看看好了 雖然說甜甜鹹鹹醬 吃起來很奇怪 等等最後再吃 我先吃一口奶酥 嗯 再吃一口 嗯 這超大便的你們看 用我的30公分 的手杖 來跟它比一下有沒有 差不多 差不多30公分 差不多有那個喔 快30公分喔 它的半徑就有15公分了 超猛 對啊 你們有興趣可以去那個阿末 跟他說輝哥推薦的 好不好 輝哥推薦有什麼好處 告訴你 沒差 他會說輝哥是誰 呵呵 幹 你以為輝哥全世界商店家都知道啊 喔 我覺得甜的我烤椒欸 我覺得我甜的 啊 我知道 我鹹的要有一點點焦焦 但是甜的不要焦 因為焦的話會有一點點那個 焦味 一點點 然後配甜的感覺比較沒那麼搭 但是它 焦焦的那個味道 焦焦的皮配 鹹的那個 鹹的東西的話就還不錯 欸我這好好吃喔 我比較喜歡奶酥欸 這三個比起來我喜歡德式香腸 再來是 欸我最喜歡奶酥 核桃 再來是德式香腸 再來是那個泡菜 不過都蠻好吃的 我要把它吃光 那 有些人剛進來嘛 我跟你們講啊 我現在吃的是那個阿末 薄餅專賣店 這個你們上那個他 你上Facebook 然後搜尋應該有 阿末薄餅專賣店 然後 我這次點了 核桃奶酥 核桃蒸果 然後 鮪魚薄餅 德式香腸 泡菜 辣雞 然後辣鮪魚 辣香腸 唉呀我 這邊很多啦 這邊很多 你們看得到菜單嗎 好像有點暗對不對 不然人家應該看比較清楚 不然它裡面還有一些什麼 花生芝麻跟蘋果起司 我覺得這兩個很酷 我喜歡吃很酷的口味 所以我點什麼花生芝麻 蘋果起司啊 什麼核桃叉叉的這種 對吧 然後我有點一些辣味 也是給阿子吃的 好 開台啦 我們去玩那個邊緣世界 加這三片 這樣午餐應該是沒有問題 OK OK 嘿 趙心虛掰好了 我很怕妹妹來 等一下來跟我搶食物 汪哥 有加蛋的版本嗎 欸我看一下喔 好像沒有加蛋耶 它都是起司耶 它沒有加蛋的版本喔 都是起司喔 而且如果說你加蛋 好像它的保存就沒那麼久了 你看如果說你這個薄餅裡面加了蛋 它冷藏還有辦法放一個月嗎 我覺得可能沒辦法 所以 我覺得一來應該是口味問題 再來是 蛋的 如果是已經加好蛋的那個薄餅 它的保存的方式會比較困難 所以我猜應該是沒有做加蛋 不過你應該是可以把它 譬如說你買了一個 像我剛剛不是有買那個德式香腸嗎 我覺得你們應該是可以買個什麼 德式香腸起司薄餅回去以後 然後把它拔開 對 把它那個 那兩片這樣 拔開 然後再塞東西進去 塞那個蛋進去 然後再拿去烤 應該是可以吧 應該是可以吧 你把那個蛋阿 打碎之後把那個蛋整個打到那個餅裡 可以這樣嗎 我的猜測啦我也不確定 可以試試看 好 網路上菜單有是不是 你用冷藏的可以放一個月 冷 冷凍喔冷凍可以放一個月 冷藏不行喔冷藏三天就壞了 欸妹妹沖進來了 WTF 欸你不出來我不管你喔 冷凍的一個月冷藏三天 我去把我的那個妹妹拉出來 妹妹你可以出來嗎 你怎麼在這裡 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怎麼上去的 來表演一下你怎麼上去的好不好 他們想看你怎麼上去的 我幫你放下來再試一次好不好 你如果成功了我給你吃糖糖 來 你再試一次妹妹 幹你給我跑到垃圾區 這也不行這邊是垃圾儲藏區你知道嗎 來再試一次 成功我糖糖吃喔 好不好 你聽不 他居然跟我說 Whaaaat 嗯 嗯 不是這個 來這裡 哇他上去了 可是我好像沒有拍到這一刻 你看他這樣已經很猛了 他可以從這邊跳上來 這表示這個這個家已經沒有說 沒有東西他沒有辦法跳的 走吧我們出去 走出去 這裡不好玩 好啦我換電腦開吧 吃飯囉 好我們換電腦開囉 軟掉了抱歉 喔又硬起來了 喔 阿姨 阿姨 阿姨